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音乐电影的大拿 王晶也不负所托 不仅琢磨于赌王的传奇发家史 更将他的风流往事一五一十的还原 影片中的主要人物都有原型 刘德华饰演的贺星对应何鸿燊 李嘉欣饰演的赌王情人迪云 则被认为是在影射谢霆锋的老妈迪波拉 《赌城大亨》系列电影里 迪云始终没有和赌王终成眷属 反而和黎汉池饰演的明星仔四哥走到了一起 而谢霆锋的老爸谢贤正是江湖人称四哥 大背头和墨镜都是他的标配 这么赤裸裸的鹿骨影射也是没谁了 王晶很鸡贼 吃完瓜赚完钱 调下一句如有雷头纯属巧合就跑得无影武踪 谢贤夫妇倒也大度没搭理这段传说 倒是女儿谢霆霆极力否认母亲是赌王的红颜知己 实际上1951年出生的迪波拉 除了众所周知的谢霆锋老妈 谢贤老婆的身份外 当年也是香港选美比赛的鼻祖级人物 厌绝湘江的一代美后 而她的风流往事 也是一部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传奇 1951年 在香港呱呱坠地的迪波拉 一出生就成了气婴 她跟随养父姓李 叫做李敏仪 又叫李强 后来的一名迪波拉则是英文名的英译 同年17岁的谢贤从九龙利泽中学毕业不久 转身就考进了领光公司演员训练班 班上美女如雨 谢贤和一个叫嘉领的女孩缘分不欠 两人毕业后频频饰演情侣 都是17-18岁的青葱少年 哪里分得清戏里戏外 很快就假戏真做 擦枪走货 谢贤又皮又帅的长相 在香港娱乐圈很是吃得开 演了两部戏就红透半边天 于是开豪车穿华服 跳舞打牌 夜夜声歌 快活的好似活神线 另一边被见回家的 赔钱货迪波拉 因为杨摩重男轻女 日子过得愁云灿淡 1961年10岁的迪波拉略是小记 让杨摩送她去学歌舞 之后就离家万里 跟着歌舞团走南闯背 迪波拉还曾在泰国演出了很长一段时间 为日后一桩裸武一文买下了伏笔 1966年30岁的谢贤 接到女友嘉玲的爱情考题 她向谢贤透露 有人想追我 谢贤着急出去玩 没空理她 大手一挥 那你就跟她吃一下饭 两个月后 嘉玲向她宣布恋爱的消息 半年后 嘉玲通知她参加自己的婚礼 而对象 正是那天约饭的泰国华侨 谢贤觉得 一顶绿帽 从天而降 绿到她发慌 流了几滴泪后 谢贤出国散了几趟心 很快从失恋的阴影中走出 作为风流倜傥的花花公子 她哪里肯示弱 凭借帅气外表和一身壮硕的腱子肉 转头就把一位年仅20岁的玉女侯心 揽进了怀里 这位玉女侯心 就是名造诣的萧芳芳 萧芳芳很正派 是一位学习积极分子 一心想着出国留学生造 经常向她 大十来岁的谢贤积极劝学 于是两人谈了短短两年 谢贤就又一次被踹了 到了1969年 33岁的谢贤 随李汉祥赴台拍电影 又一击击中 把21岁的穷瑶第一美女 甄甄纳入了摄程 这一年年仅18岁的迪波拉 不知是不是得了名字的好处 出落的波涛汹涌 仙姿欲色 到了1973年 22岁的迪波拉 大胆参加香港小姐选敏大赛 凭借厄娜身姿独占凹头 成了70年代第一位港姐冠军 几个月后 她代表香港参加菲律宾 举办的亚洲小姐评选 又成了第一位参选亚洲小姐的港姐 在比赛中再次咽压群芳 一举夺魁 展露头角后 迪波拉甚时夺势 没有立马投身影视洪流 反而加盟力得电视台 在百花齐放和想当年两档节目中 担任主持人 凭借八面玲珑的说话艺术 即活泼大胆的行事作风 她很快达向了名头 第二年 大名鼎鼎的佳和公司 朝她抛出感染汁 23岁的迪波拉一出道就是女主角 和大才子黄瞻眼对手戏 红金宝 王宇充当友情绿叶 同一时期38岁的谢贤 也把小女友真真取回了家 1975年 24岁的迪波拉跳槽到TVB 一跃而成为王牌综艺 欢乐经销的主持人 和TVB镇台之宝 谢贤的干妹妹 沈殿下关系搞得很不错 第二年主持之余 迪波拉主演的TVB大制作 《狂潮》也掀起收拾狂澜 25岁的迪波拉开始走红 令人想不到的是 生性不羁放纵爱自由的她 次年就不再与TVB续约 走上了放飞自我的道路 1977年 李汉祥开拍《金玉良缘红楼梦》 原要邀请迪波拉出演薛宝钗 和饰演贾宝玉的林青霞 饰演林黛玉的张爱佳搭戏 她却偏爱行侠仗义的丫鬟子涓 她还大开港姐先河首次挑战裸露戏 在香港《艾曼妞》里饰演 刘法归来的富家女 爱好是当人体艺术摄影模特 还爱上已婚男摄影师 影片中有许多大尺度的镜头 迪波拉不用替身全裸出镜 曲线玲珑身材妙慢 却又艳而不迎 给观众留下了无尽的想象空间 电影上映后十分卖座 迪波拉也一拖大火 成了街头相位热议的人物 因为荧幕形象太过惊艳 下海仅此一次的迪波拉 亦被冠以艳星的名头 26岁的迪波拉性感微露 风情万众 很快被一位美国富商盘进了碗里 可惜两人中间隔着一道太平洋 这才给了一位落魄房客 可乘之机 1978年 珍珍和谢贤协议分居 一年多以后 欲追求着刘家昌在纽约结婚 谢贤大受打击 花田酒地 挥霍无度 最后进落魄道 要靠租房度日 她的干妹妹沈殿侠 很为她的终生幸福着急 干脆牵线搭桥 让谢贤给迪波拉做房客 要是迪波拉的美国男友聪明一点 应该会提前约法三章 不允许男租客的存在 必须是清一色的女租客 可惜人间没有如果 当42岁的房客谢贤 看到开着长篷车 时髦前卫 活力四射的27岁女房东迪波拉时 眼前一亮 立马就把奔向刘家昌的前妻 真真望得一干二净 久违的激情之火 熊熊燃烧 清场高手终于有了新的目标 在谢贤的死缠烂打之下 迪波拉勉强同意和她一起吃顿饭 谁知谢贤虽已年不获 依然是宝刀未老 风度翩翩 哪是一餐饭就能打发的 两人第一次约会 时常竟然就是十天十夜 至于都干了什么 那自然是什么都干了 要不是迪波拉的美国男友打电话来 这时间估计还能更长 迪波拉去美国后 谢贤终于改了她那新大的毛病 每天给她打跨洋电话 两人一聊就是三四个小时 火花四箭 还不过瘾 迪波拉彻底受不了了 和谢贤相约去夏威夷度假 两人穿泳装 跳草群舞 玩各种队形的俄罗斯方块 这一回 迪波拉终于下定决心 一脚把美国男友给踹了 大概是对真正和刘家昌闪电结婚 耿耿于怀 谢贤有了迪波拉也不甘示弱 两人刚热恋几个月 也要玩一把闪婚 很多人都劝迪波拉 说谢贤是个影坛浪子 做情人自然是顶呱呱 做老公还是算了吧 更恐怖的是 外面都在传 她虽然情长老手 却是外强中干 毕竟谢贤万花丛中过 还有过婚史 子弹一枚枚发射出去 竟然无一人中招 那些年谢贤虽然行 但也不行的传闻 就和她的情势一样闪耀夺目 可年轻的迪波拉不信邪 她不但要和谢贤结婚 还公开说 要给她生猴子 先生男再生女 1979年 43岁的谢贤和28岁的迪波拉 迫不及待的席结联礼 婚礼足足筹备了半年 一切都是奢豪顶配 明星大咖云集 半个港圈的记者都来了 几个月后 迪波拉公布怀孕的消息 然而吃瓜群众不但没有祝福 反而怀疑她的肚皮是假的 还有八卦记者伸手要摸 差点被谢贤打 外面流言实在太胜 迪波拉同意让知名周刊记者 验名正声 结果验证肚子为真 杂志马上被抢勾一扣 但谢贤步行的传闻 实在传播太广 于是跟离奇的传闻不期而至 坊间传闻迪波拉肚子里 怀的是试管婴儿 先不说谢贤的不遇传闻 一般的怀孕 怎么可能提前知道婴儿性别 谢贤夫妇又跑来澄清 说不是什么试管婴儿 还介绍了一通他们的宫廷生子秘方 据说迪波拉的安全期 谢贤每天都要吃两打生蚝和一块牛扒 除了讲究饮食 更讲究天食 婚后迪波拉每天早上六点准时 喊谢贤起床 开工造人 到了第三天 谢贤实在造不动了 结果还真就中奖了 1980年8月 谢霆锋出生那天 全香港记者都出动了 结果真是一个儿子在谢贤不遇不遇传闻和宫廷秘方的推动下 谢霆锋都不必和观众打照面 就已经甩开全杠儿头成了当之无愧的罪惑同行 两年后 迪波拉又生下了女儿谢霆锋 真的如当初所说 为谢贤极其一儿一女 然而随着谢霆锋渐渐长大 一个更加玄乎的传闻又登上了娱乐头条 放街盛传 谢霆锋其实是赌王的私生子 而非谢贤的亲儿子 这种传闻还有前传 据说迪波拉在利德电视台做主持人时 经常出入港澳做访谈 因此结识了赌王何鸿燊 那是二十出头的迪波拉 风华正好 讽姿错越 与风流半身的赌王 一不小心就摩擦出了美丽的传说 后来 谢贤投资失利 欠下巨额债务 新婚燕耳的迪波拉挺身而出 上演了一出美人救英雄 频频出入赌王家 向旧情人求助 不过故事暂时跌宕起伏 寇人心弦 也只能是捕风捉影的传闻 为什么呢 很简单 你看谢贤父子长得有多像 就会明白什么叫做铁证如山 迪波拉与谢贤结婚后 就淡出迎平 相夫教子 不过她虽不在江湖 江湖上却一直流传着她的传说 香港旅游团里就流传着一个关于 祭拜四面佛的故事 说香港有位艳星 未发祭前许愿 说有一日 大红大子就会飞往泰国 绕着四面佛跳脱衣舞 以报神恩 香港报刊纷纷暗示 那位艳星就是迪波拉 不过迪波拉曾经说 确实有人跳过脱衣舞 但不是自己 而是另外一位舞蹈小姐 后来 英皇老板杨寿成友在自传里爆料 说自己与某女星酒店开房 被前妻捉奸在床 闹得满城风雨 作为70年代电视圈里的当红花旦 迪波拉也成了重大嫌疑人 又是谢婷婷出面代母否认 迪波拉性格豪放 年轻时的美貌 完全不输前儿媳张伯芝 身上就一直围绕着一些 阴影绰绰的桃色传闻 1995年 44岁的迪波拉 与33岁的飞行员江耀成 在飞行图中相遇 两人尽一见钟情 随后迪波拉就与吵吵闹闹 好几年的谢贤离了婚 据说重回自由身的两人 在法庭门口抱着转了好几圈 就差放鞭炮庆祝 如此的迫不及待 注定为后面的精彩故事 埋下伏笔 婚后 由于江耀成总是留着一抹胡须 网友就给他取了外号 叫做胡须控 据传 这位胡须控飞行师 不仅年轻力壮 而且身家不菲 2000年 迪波拉与胡须控大婚 潜伏谢贤还亲自前往道贺 坊间传闻 迪波拉对江耀成说出 我愿意之前 还意味深长地看着谢贤 眼眶微试地说了一句 四哥 我嫁了 谢贤更是当场留下了喜悦的泪水 之后三人关系更是如交似漆 一起喝茶逛街 称为中环奇景 媒体形容他们为三公婆 2007年 港媒报道 胡须控陪迪波拉 谢贤及女儿谢婷婷 购物逛街 全程买单 好甩15万元 也是相当霸气 谈至一回见 迪波拉和小11岁的男友胡须后 结婚已经超过20年 一直甜腻如初 谦谦小手 威威冰淇淋 巨服 卡片 示爱 比年惊人都会玩 迪波拉还开玩笑说 等胡须扣死后 她要重新嫁给谢贤 经历两度失败婚姻 坚决不肯再婚的谢贤 听闻词语 被吓得婚飞破散 只好成心祈求 保佑胡须扣 长命败岁 而今年70岁的迪波拉 从一无所有的气阴 到风华绝代的港界冠军 在从用力一搏的艳行 到书写传奇的新妈 她凭借自己的胆色智慧 让发到手里的烂牌 起死回生 哪怕误入过歧途 沾染过瑕疵 始终是逆天改命 写下了属于自己的传奇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辣妹的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我会持续为您带来 更多明星背后的故事哦